这次的主日崇拜所要讲的信息 这一次我们从上周开始 就有系统的来分享提摩泰前书 我要把重点放在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包括在我们这个小教会里面 面对疫情我们要不要戴口罩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每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知道在神的家中 就是在教会里面当怎样行 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在公司上班的 我问你 你到一个新公司去 你要不要知道那个公司 是怎么样的文化 一定啊 你不要 老板说六点下班 你六点一pack就走 后来你发现说没有人走 大家都到十点 你就是没搞清楚状况 在一个公司里面 他有怎么样的 的规则 或他有怎么样的文化你需要了解 否则我们到很多地方就格格不入 你一结婚之后 你以为对方的爸爸妈妈 跟你的爸爸妈妈是一样的 你就没搞清楚状况 你们家是人丁稀少 人家是大家族 你一进去多三百个亲戚 你听得懂吗 你连叔叔 伯伯 阿姨这种 简单的会叫得出来 三淑公 四以审 你都搞不清楚的 那每一个地方都有 他的应该要留的生活 因此我们这一次在讲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是这卷书的重点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你准备做基督徒 或者你要相信耶稣基督 到底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个内容 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进来之后 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一章 一节到十一节 今天我们要从十二节 开始讲起讲到二十节 第一章是讲到 有关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身份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保罗是一个老牧师老传道 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还跟我这个年龄一样 但是因为现在人类年龄比较长 当时呢 六十岁七十岁 就是一个差不多的年龄了 所以保罗已经到了老年 我们现在我不能说我是老年 我一说我是老年 很多人都生气了 对不对 你一老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说我是老年 我都想说我是中壮年 我只能这样讲 可是保罗当时是一个老年了 他觉得他的生命已经差不多了 他带了一个提摩太呢 也三十多岁 他们差不多差三十年 或者少一点点 保罗要教他怎么做一个传道人 教他怎么样做一个牧者 所以我们勉强把第一章分成两段 前一章是讲到教会最要紧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教会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用 爱将神的救恩是借着信而得的说明清楚 那教会做什么事呢 教会就是把神爱人 并且让人得着救恩 说明清楚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身心灵需要得着造就 是基于有这个前提 就是我们是一个 因着神的救恩 我们用信来得着 这就是教会 可是怎么传呢 就是要透过爱来传 这个是教会的最基本的一个 最重要的内涵 因此做所有的事情 都要往这个地方靠 如果没有往这边靠 那就是边缘 所以礼拜四 我有来参加市营运那个 借着葡萄酒环游世界 我上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说这个应该呢 不只是基督徒来参加 应该让木道友来参加 那因为我们基督徒参与在这个世界 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入世的里面 而且我们跟别人有很多的互动 那天Lolo讲说 说葡萄酒 他讲得很小声 他说葡萄酒应该是从教会 修士那边弄出来的 他年纪比较轻 所以他知道到这边而已 其实酿葡萄酒在挪亚的时代 就有了 对不对 挪亚为什么犯罪就是他喝太多 听得懂吗 那所以喝酒没有问题 喝太多有问题 所以当我们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 其实最后会连到说 我们基督徒或者我说 人应该在地上怎么样生活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天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就到门口的时候 我就说教会就要这样 教会要怎么样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吃饭 可以在一起 我们聚会在一起 如果我们喝酒也在一起 当然如果一个地区 他敬酒 那个是政府决定的 老百姓都要遵守 听得懂吗 这是因为政府说 酒对我们这个地方有害 他们敬掉了 那我们当然要遵守 如果没有怎么样的活在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有一定要怎么做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教会有的时候会过 有的时候会不急 这个是我们Ans一直想追求的 就是怎么样活得合乎中道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了 那么保罗画风一转 就提到说 那么一个服侍的同工有什么自我认知呢 保罗其实是告诉提摩泰说 你要有什么自我认知 一个传道人要有什么自我认知 以后就会影响到同工要有什么自我认知 以后就会影响到弟兄姐妹有什么自我认知 这个自我认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活超过 我们也不能活不急 刚才说了过由不急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得很好呢 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知道各位戴着口罩 我也刚才真的在唱诗当中 我很不喜欢戴口罩的人 我非常不喜欢 但是教会这样规定 所以我在下面乖乖的戴着口罩 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因为你知道不常戴 肺活量不好 我觉得一定要好好跟金城大哥跟随他 肺活量要好 不然好像感觉唱诗歌都没有力气 所以我来念 我来念你注意听 我先把这个经文简单跟你讲 你就会知道 在这里保罗在讲 我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你是怎么样的人 因为保罗是一个老牧师 老传道 他就要告诉年轻传道说 你是怎么样的人 那我怎么样影响你 好叫你可以影响别人 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 得到好的东西 你一定要跟别人分享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我 等一下我念到的我 我都下众音 好不好 到后面会出现你 那你我也下众音 所以我跟你都下众音 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他要做什么 好 12节 我感谢他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 因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五慢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事格外的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这样是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 独一的神 知道永永远远 阿们 18节 我而提摩太 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一言 将这个命令交托你 叫你 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三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责罚 就不再放毒了 好 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归纳起来 刚才我念的时候 跟一般人念不太一样 是因为我把重点念出来 对吗 那所以你一定要加入 Just Read It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做广告 我不需要这样做 我是为了你的好处 你来 我教你怎么读 的好处是 你可以一段一段的读进去 因为我们分段不对 你就读不到最精华的东西 对吗 你分段不对 就念不到最精华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读到哪里停 读到哪里停 有的时候我会上去讲说 我读到第几章了 我之所以这样读 是因为我知道 读到26章就是一个段落 可是我们按规定是读到25章 你听得懂吗 可是你读到25章 那你明天26章一起跳的时候呢 又觉得不太那个 不在点上面 所以如果我 所以我每次导读的时候 我都告诉你几章到几章 几章到几章的目的就是帮助你 你读一段一段的 那读圣经就是很重要的 就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这个缘故呢 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保罗说我 一个保罗说你 如果我们归纳起来 这一段的圣经 就是一个服侍同工 或者说参与教会的人 或者我们更广泛 就是基督徒 为什么呢 昨天上个礼拜天 讲完道之后 就有一个弟兄姐妹来找我 就跟我说李长老 你讲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可不可以用在职场上 我跟同事的关系呢 可不可以用在我的家里跟我的 这个家人的关系呢 我说来 你这叫进阶版的 听得懂吗 进阶版的 因为你在教会做这些事的时候 容易一点点 因为我对光州好 光州可能对我好 我对郑大哥好 郑大哥可能对我好 这个容易一点点 可是你到公司去的时候 你对别人好别人不一定相信你 对不对 或者他觉得说我这样 可是你继续做你 这样明白吗 久而久之你就改变他了 我们想改变他并不是我们想赚到什么 而是这是我做人的基本 我就是要这样做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就是要这样活着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往前走 所以当我们在讲说 当我们讲说服侍同工 要常常记得三件事 这个服侍同工 保罗本来是跟提摩泰说 我是这样 然后说你也要这样 听得懂吗 然后你也要这样 你带领的教会的同工也要这样 再来 那同工都这样就慢慢的感染了吗 这样明白吗 文化都是慢慢变化出来的 文化要慢慢的塑造 慢慢的改变 文化它有一个持续性 文化不是一夜之间出来的 没有那种东西是一夜之间出来的 长太快的都不能持久 那文化是慢慢出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一个基督徒 最后应该变成怎么样呢 那么第一 我们要知道从这边 我们要知道三件事 第一过去 保罗说我们是罪人 保罗说过去我们是罪人 我再念给各位听13到16节 刚才已经念过了 可是我再念一次给你听 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五万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 显明祂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祂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从这一段的圣经 保罗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保罗说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说我是个罪人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们是个罪人 你说 我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为什么要说我是罪人呢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跟这个的本质没有绝对的关系对吗 当我们是本质上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 保罗说他说他是个罪人 指的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 他是个罪人 他不是说我跟别人的关系是一个罪人 他可能比别人好很多 但在神面前他是个罪人 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是在描述他跟神的状态 我想 我想 人对于别人可能我们不一定是罪人 我可能是好人 我比的你这个坏人我比你好多了 可是在神的面前你总是个罪人 你总是个坏人 你总是个不完整的人 这个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 我自己在三十三岁开始 大概到三十八岁 在淡江大学教这个一个课 那个课的课名叫做罪与罚 罪与罚 那他们开那个课的时候呢 他们找我去就叫我递交proposal 因为有一个老师不教了 他们找不到人 后来人家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去请那个李健老师来教 那因为我很年轻 我二十六岁就有大学讲师的资格 所以我就去 他们就找我去 那学校就来跟我联络说 你只要帮我们教一门课就好了 只要三个小时 那我就去了 我就去了 我就递交我的proposal 罪与罚 我递交proposal之后呢 那个系主任就来跟我谈 谈完了他说 他说李老师 他说可不可以跟我们的院长谈一谈 这个系主任就跟我说 说李老师 你帮我们全交好不好 全交 我说全交是什么 他说full time 我说full time 我说我没有 我没办法full time 我说我是一个part time 我说我是一个牧师 我是个传道人 我在教会全世界 我没办法做一个full time 他说 他说你这门课的那个大纲 我们已经逞上去了 那个长官们说你教的很 你光这个大纲 我们就觉得很棒 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教 两 开两个三学分的 再开一个两个学分的 那这样就可以full time 我说没有 我说我不要 算了算了算了 他说那你跟我们院长见面 我就去见院长 那个院长就跟我聊聊聊 梁老师就跟我说 他说李老师 他说你都已经交三个小时了 这三个小时你repeat一遍 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对吗 因为你备课时间就不多 那这样再帮我们教另外两 一门课是两个小时的 你另外开一个topic 再开一个课 就八个小时 后来我说我没有 我告诉你我是来顶那个老师的 我来帮你们教一年 以后你们就可以再找一个老师 我帮你顶一年 我是一个传道人 他说你帮我们想想看 我说真的不行 后来他就说好好好 谢谢 他就跑去带我说 我们去见副院长 副校长 我就见到副校长了 我就反正要interview 我知道他们总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interview 那副校长就说 跟院长说你跟他说了没有 他说包括副院长 我跟他说了 他说好 那你可以走了 走了 那个副校长就跟我说 他说你长老 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传道人 我也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你要是在我们这里教书呢 一个学期可以至少三百个人 你可以对一个目的 你对这个三百个学生 你讲课 讲了他们信耶稣的那个人数 比你在做教会还多 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才告诉你这样 我说我没有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重点不再做这一个 我的重点在于做传道人 后来他就跟我谈那个内容 他说哇 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 中间有一段 我就是讲宗教比较 中间有一段讲宗教比较 为什么 因为罪与罚 最后就牵涉到宗教的问题 起初是文学的问题 杜斯托也夫斯基 对不对 你们都不读书 那个俄国的大文豪 然后完了就是文学 文学完了就是伦理学 伦理学完了就法律学 法律学完了就哲学 哲学完了就宗教 它是一个系统的 到后来在宗教里面 你就去比较所有的宗教 除了一个宗教以外 所有的宗教都说有罪 人有罪 所有的宗教 我问你佛教说人有没有罪 伊斯兰呢 基督教呢 哪个宗教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没有 没有罪 说人没有罪的宗教没有 只有一个叫做新时代运动 那个是类宗教 那个是类宗教 那个不叫宗教 类宗教 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所以有一段时间 1992年到1990年 我差一点下定决心不做传道人 而且专门面对新时代运动 New Age Movement 我当时差点做这个决定 因为它是类宗教 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有罪 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个罪人 这一点都不稀奇 我告诉各位佛教讲的罪 我讲的是小成佛教 就是原始佛教 讲人的罪比基督教讲的还严格 还严格 基督教打死蚊子还不犯罪对吗 但严格的原始宗教 可以把蚊子打死吗 蟑螂你都不能踩死 所以你知道 泰国缅甸的佛教 跟其他地区的佛教 不一样的地方 你只要看他脚上 和尚脚上有没有穿鞋就知道了 小成佛教的和尚脚上是不穿鞋的 因为怕踩死蚂蚁 听得懂吗 可是如果你是不穿鞋 你踩到蚂蚁 基本上他不会死 他不会死 可是如果你是穿鞋子踩 基本上他会死 所以就差别在这边 所以连蚂蚁都不可以踩死 所以人类的罪这个事情 是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那保罗说我们是罪人 因为我们的本质是 亵渎神 逼迫人 五慢人 亵渎神的意思就是 对神不敬 保罗说我对神不敬 我先不要说有没有神 假如有神 对神能不敬吗 听得懂吗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病毒非生物 也非非生物 那假如真的有神 你敢不敬重他吗 你听得懂吗 也不过是病毒 我们可以搞成这样 它非生物 所以它不是蟑螂 它不是老鼠 老鼠蟑螂我们还怕一怕 还不要说蝙蝠的 它也非生物 那它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DNA RNA 外面有些蛋白质就这样子而已 这不然搞得要死 所以假如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又是神创造的 你敢对它不敬吗 所以什么叫做亵渎神 就是没把他当神 叫做亵渎神 什么叫做逼迫人 因为保罗一直逼迫人 保罗自以为对 他就逼迫别人 我不要问你 你有没有逼迫别人 如果你逼迫别人 在这个定义上 我们就是个罪人 还有我们五万人 保罗五万人 就是他轻视别人 而且用更强的暴力跟怒气 加在别人的身上 这就是罪 这就是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告诉各位说 我们基督的信仰 绝对不会是教条 你放心 这绝对不是教条 它是纯心 它是纯心 我最近一直在跟很多人谈 因为这一次疫情很严重 至少我可以告诉各位 它的传染的能力非常的强 其实意大利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们不了解这个厉害 你知道意大利活动中心 叫做酒吧 酒吧就是咖啡店 他们在酒吧里面 他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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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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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他们都卖酒的嘛 所以他们一天打多少咖啡 他们就要打咖啡 其实我们叫煮咖啡 对不对 他们就是把那个豆子 他们豆子都是线磨 然后用机器 就放到那个 那个 那个机器里面 然后弄一些 然后弄一下 锁进去 然后看你要多喝多浓多 但他就是用那个 去调嘛 意大利的机器啊 那么他们的活动中心 他们的活动中心 大家都去那边 我们在西班牙意大利 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喝一杯 我当时被他们吓到了 怎么整天没事喝一杯 要喝什么 后来是喝咖啡 我们如果去机场送鸡的人 送鸡的人 送到那边 就要进去 他说李长老都过来了 喝一杯吧 我说别了 喝一杯喝一杯 进去 每一杯都是espresso 那偶尔给你加一点牛奶 加一点点牛奶 喝一杯 喝了 就站在那边这样子 给他一块两块 给完了喝一杯 走了上飞机好 下飞机 下飞机来接飞机的人 第一件事情不是上车 他接到你了 喝一杯吧 我说别喝了 刚才喝的 他说那是你跟别人喝的 跟我喝不一样 他不是喝一杯 喝一杯 又在机场再喝一杯 刚才已经机场喝一杯了 那个飞机也不过两个小时 就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完了以后呢 他就说那我们到教会去 就开车 开到教会之后 碰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说 你知道喝一杯 我说我刚才在机场喝过了 不 喝一杯 又进去喝一杯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因为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 一直在讲话 打咖啡的人 就是做咖啡的人 一直跟你聊天 然后一直讲话 所以他们传得很快 也不过这样就没了 听得懂吗 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沦陷 我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可以这样传染的话 那就不奇怪了 所以我们来这边请大家戴口罩 是去配合政府 政府说这个时候这样 我希望你不要说 我信心很大 我不需要戴 为了别人 我们戴一下 我们戴一下 其实连死都不怕了 你听得懂吗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 那怕病毒吗 第一 对不对 第二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 戴个口罩你怕吗 那何必不戴呢 大家就这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调整 那请大家帮忙 那我也没有说你不戴就不让你聚会 我也不会这样讲 但是我们就慢慢慢慢有一个这样的规则 但有一天很严峻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大家都戴 甚至我们会说请你看这个直播 说我们还是会来的 我来这边下面没人我照讲 这样你就看直播就好了 这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可是当我们是一个对神不敬 我们逼迫人 我们捂慢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个罪人 所以罪人并不是我们想的杀人放火强奸 不是这些东西 是我们不敬重神 没把神当神 也没把人当人 你知道这件事情很奇怪的事情 有的人老觉得自己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 你自己对没有关系 那你有自信 然后你自己对的同时你说别人错 你知道有可能两个人意见不同 两个人都对 更有可能两个人意见相不同 两个人都错也有可能嘛 所以我对并不代表你错 你听得懂吗 你错并不代表我对 我们两个意见不同 可能两个都对 可能两个都错 因此不需要把自己高抬到一个地步 可是我们最喜欢说 我跟你是我对还你对 那这叫做罪人 过去我们是罪人 可是神给我们怎么大的恩典呢 在13到16节 神给我们是怜悯 恩惠 信心 爱心 和忍耐 神给我们是怜悯 恩惠 信心 爱心 忍耐 都是神给我们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讲到怜悯 恩惠 信心 爱心 忍耐 我现在跟你们讲什么叫怜悯 什么叫怜悯 怜悯英文就是 mercy 什么叫怜悯 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让我们拿来举例最好了 按正常状况 这个疫情它会有一定发展的方向 对不对 因为找不到源头 找不到这个传播方式 前不久 说不会人传人 后来变成可以人传人 那怎么人传人呢 说飞沫传染 后来说怎么传染 后来说粪便传染 最近又说是尿也会传染了 所以到底怎么传染还搞不清楚吗 好 它有一定的发展或结果 但神介入或神打断这个自由的 这个流通的 这叫做怜悯 所以怜悯就是本来应该这样 后来没有这样 是基于神的interrupt interruption 神的介入 这个叫做怜悯 你知道怜悯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我们需要怜悯 mercy 我记得以前我有个老师 已经过世了 现在在的话一百多岁了 他最喜欢用这句话 我们有时候跟他讲一些事情 他听我们讲那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眼睛闭着听 听完他一直摇头 他说God's mercy God's mercy 听得懂吗 他说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弟兄姐妹 你我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我刚才在唱诗的时候 我有很深的感触 因为我唱诗是很热情的 我很喜欢唱诗 因为有些话你讲不清楚 可是诗歌 透过音乐这个创造 就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情感 表露出来 所以我唱诗我都是很用力的 我不管我等一下还有几堂道 我如果在林南讲道 我三堂我唱三堂诗歌 再讲三堂道 我唱诗歌的力气 跟讲道的力气花掉一样多 所以要等于讲六堂道 可是刚才我戴了口罩 我真是 呼吸不过来 你知道吗 呼吸不过来 如果不是这一次 我就会觉得唱诗爱唱 就不唱有什么关系 不 你不唱 你将来不一定有机会唱 你不唱 你不一定有这么自由释放的机会唱 所以当我们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 把我们的敬拜归给神 这个叫做怜悯 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东西 让我们可以得着 然后是本来我们好像不能得着的 那恩典是比这更大的 Grease 其实恩典主要是讲到神赐给我们得救 赐给我们生命 然后信心 信心是神给我们一个可以相信的状态 弟兄姐妹 相信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 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像上礼拜我也说了 我们听到一个东西 我们知道了 以后我们认知 以后我们认知 认知之后我就承认说 我所知道的这一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叫做承认 承认到相信或者说决定还有一个距离 那个叫做意志上的决定 我上次也提了 我再讲一次 可能你会记忆更深刻 我不要问你 我们当中有谁结过婚 结婚 当然讲结过婚 因为有的人结过婚之后 配偶过世了 或者是说他离婚了 也有这种状态 如果你结过婚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结婚的时候 都冲婚头了对吗 你才下了那个决定 你想起来偶尔也会后悔 对不对 可是那个意志的决定非常重要 因为当你做了那个意志的决定之后 你后来还是会碰到难处的 没有没有难处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有这个婚姻 你就觉得说 好 我坚持下去 我结婚37年了 我太太就在下面 所以我如果讲不对 那他也会回去会讲我 你问我有没有后悔过 一定有 有没有后悔后悔过 也有 听得懂吗 就是我后悔了 对不对 我还好没做那个决定 因为我后悔了那个后悔 那我又没有后悔后悔后悔过呢 有 我又觉得说不对了 应该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我有没有后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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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有 所以我们一直在后悔当中 可是一直我没有离婚 这样懂了吗 那我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你并不真正认识对方 你随着时代 随着你结婚的年数 你会改变你的想法 你还不要说有上帝 假如有上帝 我还是这样讲 假如有上帝 你觉得你能了解他吗 一定不能了解 假如有上帝 那个上帝你能了解 你就跟他平起平坐 你可能比他更大了 你觉得蟑螂了解你吗 你觉得蚊子了解你吗 你说你怎么这样讲我呢 好像蟑螂跟我的距离 跟等同于我跟上帝的距离一样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这不是我说的 所有的哲学家告诉我们 所有的宗教家告诉我们 蟑螂到人的距离 比人到上帝的距离还近 我说蟑螂能理解你吗 已经是对人类的高攀了 说好像蟑螂了解我们 我们就能了解上帝 我告诉你蟑螂了解人 人还不能了解上帝呢 你听过分类学吗 分类学就是人跟 蟑螂都是生物 有没有意见 那上帝呢 是创造生物的 你就知道这距离有多大 他不在时间里面 他不在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他呢 所以你信了以后会后悔很正常 你信了以后又后悔后悔也很正常 你信了以后会后悔后悔后悔也很正常 所以这个是意志的决定 这是意志的决定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那这个信心我相信神一定赐给你 所以我们是一个有恩惠 有信心 有爱心 信心是对着神 爱心是对着人 等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你就会知道 爱心是神给的 神给你爱你会爱 你会爱 你会越来越多爱别人 爱到后来你就有忍耐了 听得懂吗 所以从怜悯 恩惠 信心 爱心 忍耐 它这个过程 神给我们小小的怜悯 以后给我们大大的恩惠 又赐给我们信心 能够接受这个恩惠 以后我们对着神 对着人我们有爱心 最后我们就必须忍耐 忍耐 忍耐不是牙齿痛 说不要看医生忍耐 不是 忍耐是宽容的心 你知道所以一个基督徒走到后来 他非常的宽容 他愿意让别人 即使自己吃亏 他愿意让别人 这都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原来是罪人 后来神给我们这些 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相信他 我们就相信他 这里的相信他 就是接受他的意思 我们相信他 这第一 当我们的回应是相信他的时候 就表示我愿意接受上帝 这个是每一个人 常常要记起来 就是我们是个罪人 你知道在我的服事当中 在我的基督徒当中 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的罪比别人少 我们就要出问题 我这里我看过去 有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我看段大哥大概比我信主还更早 段大哥信主还比我更早 所以他大概五六十年 我信主五十年 我发现人最大的麻烦 就是信耶稣基督之后 会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不是罪人 你听得懂吗 你不要开玩笑 真的 当你比大部分人都好的时候 当你的决定每一次都比别人更对的时候 当你下的判断我讲对错是以圣经做标准 你比别人更准确的时候 有一天你突然发觉 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或讲不够准确 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 你就麻烦了 你忘了你是个罪人 我忘了我是个罪人 所以常常有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说他这样的批评 好事 所有人都没有他那么厉害一样 那是God's mercy 不要忘了 所以你什么时候把God拿掉了 你问题就大了 所以我们要相信他 相信他 我们永远要记得 第一 过去我们是什么 罪人 这个过去不是说已经过去了 是说我们是从罪人变出来的 第二 好 所以现在我们被派来服侍他 我们被派来服侍他 你说我今天基督徒活着干什么 我常常问这个问题 ANS的弟兄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我问你 我们现在如果过世了 我们现在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们的安息了到哪里去 到神那里去 圣上说好的无比 好的无比就是最近讲的 No.1 叫做好的无比 对不对 今天很多人不讲什么 台湾No.1 有没有 No.1是什么 就是没有比他更好的 可是我们被派来服侍他 是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过世了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不用太忧虑了 如果我们得了这个新冠肺炎 我知道会有一段辛苦的日子 那可能一个月半个月 如果我们万一因为新冠肺炎而安息 Better than 听不懂吗 Better than 你可能将来要躺在床上十年 这是医生告诉我的 有一个医生告诉我 他六十几岁 他退休了 有一次我在那边讲道 他说李章老 他自己领会 领会完了中间 Break的时间到办公室 他说李章老我跟你聊聊天 聊聊天他跟我说 他说我退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退呢 他说我是裸退 那个时候裸退这个词还不太 他说全世界有名的胃癌专家 因为台湾很多胃癌 他全世界有名 非常有名的胃癌专家 世界的大的那个 杂志 他发表 是全台湾第一第二这种胃癌专家 他裸退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裸退呢 我说你的名字发表文章啊什么 都好像你的学生有这么多 他说我不要了 他说 他说我现在决定 好好的过我的最后的几年 他说因为我这一辈子 都跟癌症的人相处 我知道那个辛苦 他说我做医生 寿命又比别人低 压力又比别人大 万一我死了 对不对 他说我想活 安叔的活几年 那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以前的人 平均每一个人最后要过世的时候 要生病三年 现在因为医疗太进步了 平均每一个人要死之前 要生病十年 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肺炎如果得着了 不要太难过 这就是为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们说 还不到我跟你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 你怕死干什么 好过你将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不会知道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平静安叔的态度 来面对今天的生活 但你说那我活着干什么 所以第二 保罗说我们是被派来服侍他的 我们是被派来服侍他的 保罗说我们应该要来服侍他 其实一个基督徒我自己比较不明白 或者我比较感恩的事情是 他怜悯我们就怜悯我们了 救回来就算了 还让我们去服侍他 多不可思议 什么意思呢 假如神是我们讲得那么好 然后我们又是那么烂 那神帮我们救回来之后 做什么事呢 如果你有一天经过台北车站 看到一个homeless 他就摆了一个东西 碗在那边跟你说给我一点钱 然后你就说 看里面都是铜板 你就也放十块 不错了吧对不对 好人好事 如果你拿一百块出来呢 好人好人好事对不对 给你两个好人 如果你拿一千块出来呢 他就会一直看着你 觉得你有问题对不对 这样已经够好了 听得懂吗 有没有人把乞丐带回家洗洗干净 在你们家让他活着 你有毛病 可是 有一次我探访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家里面 现在还在临盛南路聚会 一对夫妻 我到他们家去 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 我一进去呢 他们就有一条狗冲出来 黑色的狗 冲出来 就一直要跳到我身上来 然后那只狗只有三只脚 一只脚是受伤的 我说你什么时候养狗了 我都不知道啊 他说这只狗是一只流浪狗 流浪狗 他说他那次 有一次我到公园去呢 他那狗就一直跟着我 我就给他吃一点 一直跟着 他说后来呢 他就跟到我家门口非要进来不可 后来我就说我不要他 可是那狗就不肯走 他打开门他还在那里 后来他就没办法就把他带进来 就洗干净了放在他们家 放在他们家 就把他弄得很干净放在他们家 他那个狗原来是 什么叫什么拉力狗是不是 身上的毛都掉光了 现在毛都长出来了 是金那个黑色的亮亮的黑色的 然后在他们家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在床上 在沙发上面 我那天觉得他一直要来弄我 这样子 那他后来还跟我讲这件事情 他说这条狗是一个流浪狗 是没人要的 可是那是因为我可怜他弄进来 他说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晚一点回来 他对着我叫 就生气了 那狗生气了 对不对 他对着我叫 他说我叫他 他还不听话 后来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常常跟那只狗说 你这是好狗命 这好狗命嘛 对不对 你知道他那天讲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突然很感动 我就是好狗命 我本来是个罪人 我说亵渎神 这个五慢人 这个 逼迫人 五慢人 可是神把我救回来 救回来说没关系 不仅给你洗干净 还带进来家里面 就在家里面 所以说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我们本来是外面的 所以我现在如果有点点软弱的时候 我都想说你要怎么样 你已经好狗命了 对吗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好狗命 神恩待我们 帮我们救回来 我就想起 我年轻的时候 我因为十六岁就打算要做传道人 十六岁 所以到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压力很大 因为我想赶快做传道人 因为还要去念神学院 我怕我念出来年纪大了 就没力气 神学院后来 神学院很难念 因为又要念希腊文 又要念希伯来文 又要念什么东西 很辛苦 我就跟神说赶快 我说我愿意 我愿意 我跟神说 我常常说我要服侍你 我自愿服侍你 你还不要 听个懂吗 你知道神可以不要我们 祂不要我们 为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这位神 祂本质上 祂本质上 是一位不朽 不能看见 永恒 独一 配得尊崇和荣耀的神 我以为是我能干 我有能力 我厉害 我来服侍你 很给你面子 我比不过段大哥 我也至少比得过 这个叶光周 对不对 我比上不足 我比下有余 神我来服侍你 不是说我给你面子 但是我这材料还不错 你要不要我 一直到我后来 我发现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祂不朽 可是我是会朽坏 祂不能看见 我是能被看见 祂在时间 祂是永恒 我是短暂 祂是独一 我是跟你们一样 我们都是人 祂是独一 祂配得尊崇跟荣耀 然后我就觉得 我很了不起 我要来服侍你 一直到后来 我最近几年 常常在欧洲服侍 在欧洲服侍 我常去的两个城市 一个叫做米兰 一个叫做巴黎 如果你对时尚界稍微了解的话 这两个就是全世界的 时尚最多的地方 台湾因为比较不了解 总以为是巴黎比较了不起 我告诉你 无论香水也好 无论服装也好 时尚界的第一还是米兰 不是巴黎 但我这样讲话 我有很多巴黎的朋友 会听到这个东西 他会不太高兴 因为巴黎还是觉得自己比较厉害 可是公平的来说 大家还是觉得米兰 你要知道我有一个米兰的学生 你只要跟我讲到 你只要跟他讲任何东西跟米兰比 他都不回应你 他都不回应你 因为他觉得说 你少跟我讲这一个 我就是不回应你是最客气的 就是因为我懒得理你这样子 因为你不懂 那如果你到过巴黎跟米兰 你就会知道 游客都很多很多 我不讲游客 我讲里面的人 绝大部分人 他们随便穿都好看 你听个懂吗 随便穿都好看 那因为巴黎太多外国人 你到米兰去外国人比较少 就是本地人 有时候我在米兰那边 在那边酒吧喝咖啡 我在路上走 我不讲女人 因为女人我不是很会看他们的衣服 因为我常常不知道什么是好看不好看 可是男人 我很少看到男人穿衣服 像米兰人穿的这么好看的 随便穿都好看 可是那个不是他随便穿 是因为他有那种文化跟那种素质 跟从里面本身就那种东西的 像我们穿这样 是不及格的 到底这两个颜色配不配 我告诉你 我讲38年的 37年的到 我第一次穿这个上来讲道 我以前都穿深色的裤子 但为什么穿 这个卡齐的上来穿呢 因为今天是 我们ANS礼拜堂 真正独立的第一次主日崇拜 听得懂吗 因为我从24岁在临森南路讲到 到现在我一定穿深色的裤子 所以为了庆祝 不能说我以前不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庆祝 我有一个新的服饰的地点 我换了衣服 可是 好看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跟敏兰人在一起 还是有好处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些敏兰的 那些学生们带我去买衣服 他要买衣服给我 我尽量不要 多一件真的多麻烦 他带我去买 你知道他们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好看 比如说我说 他说这个好看 弄了半天 他绝对不会买我要的那一款 他一定要买他要的那一款 那我当然有接受过他们几件衣服 我事后都觉得 他们买的 比我原先看的好看 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本事 来 我现在举例 假如有一个时尚的大师 他很会弄衣服 或很会弄颜色 然后你跑去interview 对不对 他没有要interview 他没有要用人 是你跑去找他 突然碰到时候 你就是某某人 他说是啊 什么事 我帮你做好不好 你觉得他要不要 你什么人 你听个懂吗 不是 你要就要 你说我真的会 我真的对颜色有感觉 我真的对那个材料有感觉 我真的对剪裁有感觉 你觉得他怎么心里怎么想 真的有感觉都在我这里了 你呢 就不用来了 这就是我常常跟神说 我来服侍你嘛 可以的 脑子还不错 又忠心 又愿意 我帮你做吧 神为什么要我们 祂是一个本质上不朽 不能看见 时间上永恒独一的神 那怎么会要我们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就是可以拿来 我们就是可以来服侍神 今天多十分钟讲到 因为之后都没有活动了对吗 我难得抓到机会 多讲十分钟 好 他赐下什么呢 力量跟派令给我们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 他说我感谢 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给我们力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让我们服侍他 他还把力量给我们 我服侍主 我讲到三十七年 我服侍主从十七岁开始服侍 到现在四十多年 我常常觉得说 我怎么还会服侍的下去 我怎么还会服侍的下去 你一定不要误会 你以为我现在越服侍 越轻松了对不对 你搞错了 越服侍只有越辛苦 越服侍只有越困难 因为简单的神就让我们先做 后来越做就越难 因为你可以越拿越重的东西 神就让你拿更重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无论是欧洲 无论是亚洲 我的服侍是越来越重 没有更轻松过 但为什么我还肯呢 他有虐待狂吗 我有被虐待狂吗 不是 因为他会给力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来服侍神 来爱人 他把力量给我们 派令就是他指定我们 这个东西我上个礼拜 讲得很仔细 就是我做少位的时候 参与审判一个忠孝 有没有 那个是因为派令 不是 你官大一阶就压死你 他大我不知道多少阶 你听得懂吗 碰都碰不到他 可是为什么可以把他定罪呢 是因为派令 是因为派令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缘故 当我们在服侍神 当我们来爱神的时候 神给我们力量 又给我们派令 我鼓励我们再度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这次天天来 带我们敬拜的 或者是我们再度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可以拿你的出来服侍 你的什么都可以拿来服侍 我相信Lolo一定没有想过 他有这个瓶酒师的牌照 我跟你们讲 我那天来是要考考他的 看他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会不会 所以我都给他出几个问题 不过他真的不错 他是很有概念 很有概念 是很不错的 他一定没有想到 他有一个这个瓶酒师的牌照 他可以来服侍神 他可以来服侍神 我可以告诉各位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神 有一个医生问我 他比我大两岁 我带他信耶稣 我为他施洗 以后他就来告诉我 他是很有名的心脏科权威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 你这么早就信耶稣了 然后你什么都懂 这么多年来 他说我现在才信耶稣 将来到天上我们差很多 这个不太公平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从现在开始 来服侍都不会晚 他说我怎么服侍 我圣经也不懂 什么也不懂 我说你讲的话 比我讲的话还有效 你听得懂吗 那个来看病心脏科的 心脏病人有没有 你只要跟他说 他就说医生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把药该开了开给他之后 说你走之前 我帮你祷告好吗 你听得懂吗 他会跟医生说 不要祷告 我吃药就好 谁敢这样 对不对 我要是跟他说 我们来祷告 他说牧师不必了 如果医生说祷告 是 马上就祷告了 对不对 我讲这话不是开玩笑的 我都不是开玩笑的 有一个开刀的医生 是我很熟的开刀的医生 在台中 他每次要开刀的时候 最后不是要巡防吗 就是要开刀了 八点多他就去巡防 就说等一下你要开刀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的 我现在告诉你 你什么问题这样 病人每一次都问他 医生你一定要帮我 他每一个病人都说 医生你要亲自为我操刀 你要帮我 你要帮我弄好 医生说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等一下你拜托我 我等一下进去拜托别人 你听得懂吗 那个病人吓到了说 你还要拜托谁 你拜托谁 我拜托你 你拜托谁 不是你帮我开刀吗 他说我要去拜托另外一个人 不过你愿意我们一起 先来拜托他也可以 他说谁 他说我有一个上帝 我一定尽全力帮你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会好 是神的恩典 对吗 不然最近不是一个国标 女王 谁 我跟你讲 医生要是能判断 他开刀过程当中心脏会停 医生就不会开刀 你听得懂吗 所以没有一个人会猜到 他心脏会停 这样明白吗 我刚才讲的那个心脏科医师 他也前不久装叶克膜 装到最后一天 那个医生最后决定说 要拿掉还不拿掉 他自己是心脏科医生 他后来装叶克膜 他被装叶克膜 后来两派医生吵起来 有一派就说我要拿掉了 另外一派说 他要是死的话你要负责 我告你告到你死 这样两派医生吵起来 如果医生能判断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很容易了对不对 所以他就跟那个病人说 你我进去还要拜托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愿意 我们现在一起拜托他 你亲自跟他讲也比较好 因为当面讲 结果每一个病人都说 那拜托谁呢 他说我们现在来祷告 他说我绝对尽心全力帮你医治 可是能够真正叫你好的是上帝 他亲口告诉我 他几乎给每一个病人 有这样的机会 有一天我就到医院去看他 在台中 他就 他就叫我在那边跟我聊天 后来他看到一个人 他说你过来 过来 他就叫他人过来 过来 那个病人就说医生什么事 他说你坐 病人就乖乖的坐了 他就跟我说李商堂 你跟他讲讲福音 上次在开道的时候 我已经帮他祷告过了 现在他在复原期 你告诉他 他是癌症 非常默契了 他说你告诉他 上帝可以救他 你告诉他 我就跟他讲福音 弟兄姐妹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帮助别人呢 你一定可以的 无论你在哪一方面 有一点点的知识 你都可以帮助别人 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 神所给我们的 都是跟别人分享的 你有钱 你有时间 你有能力 你有技术 都是跟别人分享的 神爱我们 我们也这样爱人 所以我们现在活在地上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让我们服侍他 跟我念 虽然你戴了口罩 我已经讲这么多了 对不对 我们现今活着 是派我们怎么样 服侍他 你说那我怎么样服侍他 第三就是 信实 要信实 我们要忠心 派给我们的工作好好做 叫做信实 忠心 同一个词 相信的 希腊文 翻成英文最准确的 叫做信实 就是忠心的 走到底的 OK 我们今天派来服侍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当中的 任何一个朋友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在地上 可以好好的活着 是因为我们可以 把我们从神所得的 跟别人分享 音乐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技巧 都可以服侍别人 好 最后我要讲一点点就结束了 我们来读 我来读好了 18节 我儿提摩泰 或者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你们小生念没关系 预备 请 我儿提摩泰 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 如同船坏了一般 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三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就不再傍读了 好 我们最后一点点就结束了 未来 刚才讲过去我们都是罪人 现在他要我们服侍他 未来我们应该能打美好的仗 我们能打美好的仗 弟兄姐妹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结局 很重要对吗 如果你知道你的结局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会活得很努力 如果你对你的未来未知的 你就会很担心 来 我现在先问你 假如你现在确定 这次新冠肺炎跟你毫无关系 最后你会完全没有问题 你大概不会这么注意这些资料了吧 听得懂吗 现在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躲避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会不会逃得过这一劫 比如我们这样讲 那你就会担心 如果你知道你将来一定去哪里 你就不担心了 今天早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在 那个浴室 因为要出来 他要化妆 对不对 我要再把衣服什么 洗澡什么都弄好 在那边聊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我年轻的时候 很怕我早死 因为早死就留下了孤儿跟寡妇 对不对 后来我就知道 我死不死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死不死是神决定的 如果神让我早死 那就表示神有办法让我太太 跟我的孩子 比我照顾他们被照顾得更好 不然这个城就不公不义 对不对 所以我就没有问题了 我一段时间都很好 那我最近又觉得 我想活久一点 是因为想好好照顾他 这是层次不一样 对不对 这样明白吗 所以当你知道未来 比如说将来有一天 我们都要到神那里去的时候 你在地上就会好好的活着 你不用争功 也不用伪过 这就是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各位 对不起是我口中常常说出来的话 对许多的人 对我的长辈 我常常说对不起 对我的平辈 我也说对不起 对我的晚辈甚至 我不要讲年龄 在我的职场上面 我现在都已经是顶到顶了 要么董事长 要么总经理 我是都不是 要么董事长 要么理事长 要么教会的负责人 我都是这样 可是我常常对我的同工 我会上下部署 常常说对不起 其实他做错 我也说对不起 为什么 因为没 It's ok 我对不起 你对不起都没关系 因为将来都是神 按照我们所做的 给我们赏识 所以我不会太在乎说 他是我对还你对 我们把事情都做对就好了 如果你这次做错了 没关系 我们下次把他做对 所以我不需要骂他 我不需要骂他 至于我做错了 我立刻对不起 因为只要一对不起 就回到原点 对吗 我对这件事情做错了 我对不起 我们回到原点 重新再努力一次 一个人对于未来 如果有把握 就不是很害怕 其实保罗是个 很有自信的人 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他服侍了三十年 保罗说 我可以打美好的仗 你放心 你跟着我 我们会打美好的仗 我们也是一样 亲爱的同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打美好的仗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词 叫做美好的仗 你知道打仗一定有输有赢 对吧 没有人全赢的 我们人生的决定 有对有错 没有人全对的 我们做的事情有好 有不够好 没有人全好的 可是保罗说打美好的仗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 不仅是打赢 有的时候也打输 可是我们能打得美好 弟兄姐妹 打得美好这个事情 不是人说好不好 也不是自己说好不好 是神说好不好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 有的时候别人说 我们做得不够好 OK 我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争谁对谁错 因为老觉得自己对 我现在发现 你争对 可能别人并不认为你对 你争也没有用 是不是 如果 特别是当你对的时候 更不要打压别人 你都已经对了 你还要打压别人 你对了 你就不要讲话了 大家都知道你对了 可是有的人 一直证明自己对 其实真的不需要 那我问你 为什么能这样 因为笃定 笃定 我们能够打美好的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能打美好的仗 我们能打美好的仗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人生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不一定每一个决定 都是对的 可是我们心里面 坦荡荡的 一旦做错了 跟神说I'm sorry 跟别人说I'm sorry 继续往前走 做对了 点点 继续往前走 不用高举自己 求主帮助我们 过去我们是罪人 现在我们派来服侍他 未来我们一定能够打美好的仗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恩典够用 主啊 我们这一次 开始我们比较 要求多一点点 我们配合政府的要求 我们也这样做 求祢帮助我们 你知道我们不是对你有信心 或没信心 因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就是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别人 也对得起你 所以求祢恩待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阿们